天賦甄2020年在台北小巨蛋開場 揭開巡迴演唱序幕 原定9號高雄巨蛋一連演出四場 上回因為疫情 沒想到現在二度延期 前一晚深夜11點多 主辦方緊急發聲明 表示天賦甄因重感冒失聲 往後延期一週 消息一出不少歌迷震驚 說真的太突然 天賦甄也在凌晨4點多PO文致歉 他說自己邊看流言邊掉眼淚 還原當天進場管彩排 發現失去了大部分聲音 先用類固醇急救 當總彩時他還是無法掌握好 想到後台有四支醫生準備好 在每天開眼前兩小時 萬不得已時往聲帶 直接注射的類固醇 但也想到若每天用這種方式演出 會不會從此就真的失去聲音 延期場次確認會在16號到19號 高雄巨蛋緊急公告 從9號中午12點起到14號 預退票者可填寫退票申請表 主辦單位將全額退票 這回影響超過4萬人 根據了解田賦甄週一時發現身體不適 發現是腸胃型感冒並非確診 類似狀況其他大咖也曾發生 劉德華2018年底香港紅館舉辦演唱會 到第14場罹患流感 唱了三首歌後因喉嚨發言 嗓音出問題 含淚人痛宣布取消後頭演出 2005年張學友台北小巨蛋演出雪狼湖 也因換了重感冒演出過程中喊咖 另外鄭秀文 2006年的演唱會不時走音 哭著求觀眾退票 讓歌迷心疼 TVBS新聞張曹寶 宏怡泰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